您好 欢迎大家来学校报到 请来这里签到 对 同学这边走 请大家排好队 有秩序 谢谢 这么多学生 幸亏咱们来得早 要不然什么时候能轮散啊 不要急 这个排队啊 就是要慢慢排 排队我是有经验的 好好好 慢慢排 苏星 你今天回来吧 我真担心你没有 凑齐学费而不出现 快点让我见着你吧 看什么呢 这眼睛啊 要往前看 爸 我眼睛 往哪儿看你也管啊 这又是 眼睛是长在志高头上 他想往哪儿看就往哪儿看 你知道什么呀 他的脑袋晃来晃去 晃得我头晕 那你就不要看 志高肯定是在找蓝小姐 说不定他一会儿 就出现了啊 儿子啊 你就好好地排队吧 这个蓝小姐她是不会来的 哎 你怎么知道 那学位没有来干什么呀 妈 您怎么别乱说了 苏星星人肯定会来的 哪有 你怎么办 呦 好 老盒带你看 好 那又是哪位 有钱人家的小姐 你看 哎呦 报个名都这么 夸张地出场 又太过分了 儿子 妈早就说过了 不要惦记那个 有个什么蓝素兴 你看大学校园里 什么优秀的女孩子没有啊 你以后啊 肯定会找一个既漂亮又有钱的 像这样一对大小姐 这个 怎么能像那个蓝素兴啊 是不是我眼睛花了 老头子是不是啊 呃 呃 好像有点像哎 志高 伯父 伯母 你们好 没想到 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 蓝小姐 这个真的是你吗 真的是你啊 这一个月不见 这变化也太大了吧 就算是变戏法也没那么快的 我都被你弄糊涂了 你们看得没错 这就是你们一个月前 见过的蓝素兴 你又是谁啊 我是周妈 你们好 我是专门陪蓝小姐前来报到的 哎 素兴 你 反正不管那么多了 今天就会见到你了 你知道我一直特别担心你 前两天还去你 几分地找你来着 我就怕你今天来不了 谁知道你真做到了啊 苏兴 你最近 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吧 是啊 蓝小姐 哎呀 那天 就让你那样离开我们家 我和你伯母还有志高 我们觉得很对不起你 你千万不要怪我们啊 伯父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我那天 连招呼都没打就离开了 我也觉得很抱歉 蓝小姐 你不要抱歉的 该抱歉的应该是我们 每天啊 再请你到我们家来 我跟你伯母啊 再做几道小菜 也好好地补餐一下 对对对 是啊 是啊 那个 你有时间 一定要到我们家来玩 那个 你不是 志高 志要好的同学吗 好啊 那伯父 伯母 我先去办手续了 苏兴 苏兴 我这帮你排着队呢 跟这报到 不用了 谢谢 再见啊 走吧 嗨 嗨 嗦 哇塞 这世界怎么了 一个灰姑娘 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白天舞 你问我们 我们问谁去啊 哎呀 爸 妈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 我这起了个大气 可不能在乎 应该是这样的 没错 就是这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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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找谁 我找我的女儿 她刚刚考上这组大学 她叫蓝苏兴 哎 你知道 她考上哪个班的吗 您女儿考上哪个班 您不知道 你不问您自己 您问我啊 我要是知道 我还用得着问你啊 请您出示您的证件 要不然在这儿签个字 不然您进不去 哎 我说你们这宝安 平时是怎么训练的 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啊 这是正规大学 不是菜市场 正因为是正规大学 不是菜市场啊 所以你必须出示你的证件 所以我要证件 我就是没证件 你能怎么能 对不起 没有证件 你就不能进去 你那想不让我进去 你看我能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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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人哪 跟着我 逗 我玩吊鼓离山的时候 你还吃奶呢 你什么样 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 老子又不是干错了啊 现在早是国家 就是田津运总员了 说不定啊 我还在奥运会上 能拿冠军呢 跟着我要证件 你能追上我 我就给你证件 好你个臭丫头 我终于找到你了 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好你个臭丫头啊 我终于抓到你了 往哪儿跑啊你啊 你想干嘛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没那么容易 你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苦啊 松开她们 我们早上找到她了 你们早就找到她了 那你们 是啊 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在一起呢 别理会 上车 走了 上车 走 那你们不能就这么走了 我这钱谁给啊 我真是够倒霉的 那小姐 你那个继父啊 还真是有意思 每一次看见她 都能把我逗乐了 当初为了找你 我们给了她一笔定金 让她帮忙找你 并且还答应她 只要她能找到你 我们再给她一笔酬劳 所以才发生了今天的这一幕 刚才是不是吓到你了 周妈 你现在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妈妈去世之后 我要离开那个家了 在我继父的眼里 只有钱 感情一文不值 你们这次相聚啊 是你把她吓了一跳 她是怎么也想不到 你能顺利地上大学 还成了她眼中的有钱人 我想我要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一定不会这么做 全天下没有任何一个父亲 会有自己的女儿 要犯钱 其实啊 我们真应该感谢她 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继父 你就不会为了筹集学费 而出来打工 而你如果不出来打工 我们就没有办法相依 难道不是吗 如果这样想来 那还真应该感谢她 是啊 你说这个臭丫头 怎么让她们给找着了呢 我这一天到晚呢 我这不白忙活了吗 大清早的饿着肚子 我去挤公交车 钱没拿到 我还得让那个臭丫头起笑 我 我容易吗我 哎呦 送尸子我 喂 我说你 你是不是没张眼睛啊 哎 哎 臭流氓 哎 哎 今天不是考的日子 赶紧回家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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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今天依然要保佑我 能平安地度过 好 柳台 是你来了吗 是啊 浩东 我 我给你送来了一杯牛奶 柳台 你为什么看上去总是那么紧张 没有啊 我没有紧张啊 可能是这个托盘太重了 刚刚手有一点发抖 以后这些事情 你就让他们去做好了 你能来看我 我就很开心了 好 浩东 你到底在看什么 你手上哪颗红痣呢 红 红痣 爹 爹 你手上那颗红痣去哪儿了 红痣 爹游谈手上还有一颗红痣 怎么之前没有听夫人说起过 我的身份要被识破了 那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你要快点想出办法来啊 蓝苏欣 你不是爹游谈 你是谁 你快点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你究竟是谁 浩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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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激动啊 你 你先把手放开 我慢慢给你解释 你听我说 浩东 我 我怎么可能不是义游谈呢 你看看我的脸 脸 难道 你连我的脸都忘了吗 至于 至于那颗红痣 我 我是嫌他 太丑了 然后就去 就去美容院 把他给做掉了 所以 你现在 他人看不见了 浩东 你得好好地看看我 我 我就是游谈 我是那个 一直深爱着你的游谈 对啊 你是我的游谈 我怎么会不记得你的长相了呢 对不起游谈 对不起游谈 我刚才试试弄疼你了 没有 没有 我没有关系的 浩东 你快把这杯奶喝了吧 再不喝就凉了 快喝吧 真的是好玄啊 真的是好玄啊 不知道我的心脏 还能承受几回这样的刺激 关于叶游谈的事 我还有多少是不知道的 虽然这一次 我能侥幸地化险为因 可我真的能 一直这么幸运下去吗 万一哪一天幸运离我远去 那我恐怕就会死得很惨 游谈 你看 我都喝光了您的 以后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都愿意去做 能听到你说这句话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你